中国安徽省新确诊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目前病情属于重症 在合肥市某医院治疗 这也是安徽省今年以来报告的 第四例人感染禽流感确诊病例 香港记者协会16号在香港国际马拉松活动上 发起蓝丝带行动 提高民众对香港新闻自由恶化的警觉 这项行动获得6600名跑者响应 香港反赤化反居民组织上百名成员 昨天在大陆游客经常购物的尖沙举 举行灭黄游行 抗议大陆游客涌入造成港人困扰 并要求香港政府限缩大陆游客来港自由行人数 美国国务卿凯瑞今天与印尼外交部长马提会谈后表示 美国对中国大陆致力扩大在亚太海域的控制 感到忧心 呼吁各方能遵守国际法律 处理海上争议 新唐人的电视 整理报道